好 下面呢 我们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是关于一个考情分析 有一样历年的一个考情的 大概一个分析 主要是介绍一些分支的分布 另外呢 就是我们预测一下 2022年这个考试 到底难度系数如何 通过率如何 近年啊 我们2017年18192021 近五年 大家可以看这个表格 基本上考试 真正的考试分值最多的 一定是桥梁 这个是总的来说 谁也别跟他去PK 其次呢 就是道路啊 包括比如轨道交通当中的机坑 结构工程 管线工程 这个呢 分值相差无几 总的平均来说 差不太多 垃圾填埋场啊 他真正的考试呢 分值是比较低的 尤其是 别说是近五年 近七年 也没有考垃圾填埋场了 好 测量 测量呢 也只有在我们正常的啊 测量是2019年啊 2017年涉及 但是呢 真正的我们的测量的内容呢 考试还是监控量测那边 就是包括历年来出题比较多 真正的施工测量呢 也只有2019年涉及这么一次 管理部分 前面我们说的也比较多 管理部分呢 早年间考试还好 比如说17年啊 考的还好 16年啊 15年啊 但是呢 从18年 前面我们说了啊 基本上就是20分啊 不到30分 156分啊 当然我们的2020年也考出了一个特别破纪录的啊 54分 但是呢 那里边不是纯管理 至于我们的一些管理当中有现场管理啊 但是都给归结为管理内容 也就是所谓管理超纲 呃 标准呢 呃 法规呀 这些呢 分值就是那么几分啊 尤其是咱们的法规 占用城市道路 占用城市绿地 占用城市绿地 从18年 从教材给移出之后 呃 在近几年啊 近四年啊 占用城市道路 这个法规的内容也就没有怎么考核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呃 从考试难度来说 呃 我们17181920甚至21 应该说都是基本上差差不太多啊 其实再往前说考试难度比较大 2016年还比较难 但是近五年考试难度 基本上呃 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准内 呃 不能说他难 只不过有的时候呢 啊 这一个知识点 比如有有的年份啊 鸡坑这考的稍微的偏一点 有的年份呢 呃 管道这考的稍稍的偏一点 那总的来说 是遵照我们市政的一个大的格调 啊 就是有一部分教材以外 呃 重 实操 对于记忆呢 也要强调 但是不像其他专业那么重 我们说一下2022年的一个考勤的一个大概预测 咱们呢 由于疫情原因啊 2020年跟2021年都是有一些啊 省市啊 城市啊 没有进行我们一级建造师的考试 比如啊 2020年最明显的北京地区挺好 其他的呢 呃 新疆地区呢 其实人数呃 比北京这边应该还会少 呃 但是到2021年可就真不一样 2021年出现了我们的江苏地区啊 湖南地区啊 河南地区 还有咱们陕西 以及福建啊 那边的部分的地区 他都是没有参加这个2021年的考试 那么2021年没有参加 他就将我们考试计划全部列入下一年的考试年度 这个是呃 跟2020年一样 那么我们下一个年度这么多人啊 上一年没有允许人人家考 那也就是剥夺了一次考试的机会 结果呢 下一年给你提出的特别特别难 这是不是对人家来说不公平 如果大家记住 2022年是正常进行考试的话 那么2022年通过率啊 即便跟我们2021年2020年一样 那通过的人数也要大规模的增加 如果这个通过率稍稍的要如果向上浮动一点 通过的人数应该说又超出很多 因为2021年考试人数已经缩减了很多的 那么对于我们2022年的考试难度 只能与2020 2021年持平 不会给人家制造那么多的不公平 人家有很多人已经是晚拿一年的证书了 你在考试考的特别特别难 对人家在不公平的基础上更加的不公平 所以说不会的 那么考试难度应该持平 出的形式呢 但是它得体现出我们试证特点 那有人说试证什么特点 多应用或者应用性的题目呢 比较多啊 重实操啊 实操性的 有广度面特别特别宽 深度较浅 不是说考的特别特别深 比如说像我们的公路专业 那考的深度就比较深一些 但它并不是难 它考的专业 教材内外的知识点相结合啊 这个是特点 通过率呢 应该是稳中有升的态势 但是呢 也不会升的特别特别多 但是通过率呢 不会低于啊 通过率不低于2021年 当然了 通过的人数肯定要超的 这是我们2022年 注意啊 我们这是从一个正常的一个分析得出来 咱们不是说啊 信口开河 你看 它总的一个大的格调 要求行业还是维稳嘛 保证一个稳定 保证一个最起码的公平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历年来 咱们各个章节 它一个分支分布 有大概一个考清分析 这个呢 我们就快点说了 大家呢 可以自己看一看 有一个相应的参考 第一部分是道路 道路呢 咱们历年考试 分值大概是怎么呢 就是单选跟我们的多选 都是大概在四分 考试呢 就是七八分 案例呢 平均下来 大概就是15分左右 当然了 有的年份比较低 有的年份呢 比较高 基本上啊 是会 就是道路的知识呢 涉及到分值 大概得过20分 一般20分以上 但是也不会多的太多 呃 光是案例 个别年份 就二十几分啊 光是案例 有的说道路 就二十几分 那就是总的分数呢 倍30 但是那是个别年份 也有少的 呃 道路这一章节呢 考核 主要考察的就是 城镇道路的 什么结构特点呢 性能要求啊 施工技术 以及 我们施工质量的 检验啊 这些 对于这些知识的理解 咱们呢 作为应试者 需要重点掌握的道路 咱们前面说过 路基 基层 链层的 施工方法 技术要求 还有 质量检验的要求 以及呢 道路 那些 季节性施工 冬期 雨期 以及水泥混凝土 面层的 高温施工 呃 大概看一看啊 我们这个表格呢 罗列的比较多 但是每一个点上到底考的是选择还是案例 啊 考了几分 我们就没有罗列 大概就是每个章节 你看呃 出现的分支分布 你比如说 你特别特别喜欢的 打开书就要看一看的 什么呢 城镇道路分类与分级 最起码在近五年 它是没有分支出现的 所以说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真正的考试 是什么地方分支比较多 你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界定 好 呃 这是对于我们道路啊 分支的分布 大家自己呢 可以后期 根据我们的PPT啊 自己去看一看 第二个是桥梁工程 对于桥梁工程 这个考试啊 分支呢 基本上啊 单选多选呢 也就是各自在四分的一个区间 当然有的时候会多一些 有的时候少一点啊 大概是这个围绕这个左右 案例题 基本上 注意啊 大概在25到30分 当然了 有年份特别少嘛 我们抛开这个别年份比较少的 因为个别年份呢 它还有特别多的时候 好 应该说市政这个考试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考点 应该没有之一啊 桥梁 主要考察什么呢 城市桥梁也是结构特点形成要求 施工技术的知识啊 咱们呢 需要掌握的是桥梁 基本构成作用 装机支架 包括什么大体积混凝土 包括现胶运营力混凝土桥梁 钢梁 钢混凝土结合梁啊 这些还有装配式梁 包括咱们相含管含的施工方法 还有呢 施工质量的一些检验以及施工安全检查的一些措施 呃 这里边桥梁呢 比较多 这还是我们教材以内 还有很多的知识 在教材当中 没有涉及 比如图形啊 工序 那些拓展的 桥梁 咱们也可以看一看啊 呃 真正的呢 你比如像钢筋这里边 他涉及到的考试呢 基本上都是选择题 但是像混凝土啊 这模板支架只要一出就是按例题 而且不止一分啊 呃 包括运营力 你比如2021年考试考了 有部分知识 是我们教材钢筋那里边的常识 有部分的内容啊 是我们的试图计算 但并不一定就是教材本身的内容 防水 防水呢 在我们这还真没出过案例 但是后期 它有出案例的可能性 包括什么 比如支座啊 伸缩缝啊 这些有的是考过案例 有的二件考过 咱们都要引起注意 但是你比如像桥梁的维护改造的技术 像这些 我们这基本上就没有考过 这在公路那比较重要 但是在我们这呢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 包括咱们一些下腹结构啊 围燕啊 啊 庄机啊 蹲台盖梁啊 等等 这些呢 其实主要考试 还是庄机那边多一些 当然有些年份 你比如2019年 人就喜欢考一考围燕 呃 后边呢 就是包括装配置梁啊 现胶梁啊 钢梁啊 钢火凝土结合梁 近五年内呢 也都有是相应的考核 呃 对于湘汉顶进 2021年算是重点考核 但是大家一定注意 不能被这个提的提干呢 左右 里边有很多的知识 其实他考的是装机的 机坑的啊 测量的 常识的啊 这些内容 啊呃 包括后边质量啊 安全啊 都是围绕装机 围绕预应力啊 围绕着我们的支架啊 对等的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可能说 把它分开啊 都是在一道题里边 有可能考的技术 有可能考的是质量 也有可能考的是相关的 安全的知识 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边单选多选 分值呢 呃就是比例是下降的啊 基本上二分啊 这个区间 案例题 基本上十分 但是呢 我们这个应该说啊 有的时候呢 不是那么特别精准 为什么 你比如 有一个桥梁当中的案例 但是呢 里边涉及到机坑的知识 我们就没有严格给划分 那轨道交通 其实主要考的什么 主要是机坑 当然还有涉及到结构 但是这机坑呢 有的时候在几排水厂站 我们就划分到几排水厂站了 在桥梁这就划分桥梁 所以说表面分支低 但是实际案例啊 呃有很多的是 机坑的知识点呢 还是比较高的 超过十分 呃 但是呢 为为了怕引起误解 我们把轨道交通 有的是机坑在桥梁 或者厂站 那里边涉及的考点就归到那个桥梁 厂站了 个别年份啊 会到二十分啊 这个地铁车站有的时候考的 19年呀等等 考的就比较多 呃 这里边啊 主要考核的也是什么施工方法呀 技术要求啊 这里边啊 真正的考试 注意啊 什么管线调查 重要考点 降水是重中之重的考点 应该说整个轨道交通重点在机坑 机坑的最重点在降水 降水这个我们应该说考试 如果真正的去拿出来跟任何一个专业去对比 他应该说不输于桥梁的支架 可能略逊于桥梁支架啊 降水重要考点 当然深机坑的知乎结构啊 边坡维护啊 机坑的开挖呀 控制变形包括啊呃 这些地铁车站隧道的施工方法 质量验收 在这里边呢 我们要说一下地铁车站跟隧道 地铁车站总的来说考的要多 而隧道呢 考的比较少 但是他考的集中 只是三年啊 13年16年 还有我们的2017年啊 这里边第隧道呢 主要考的是碰堡爱挖 而并不是考的顿购 呃 关于这里边啊 像地铁车站前面 第整个第一部分内容啊 关于轨道交通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通用的知识 那通用知识 基本上都是选择题 当然也有偶尔年份 有案例题 借助这考一考 比如2019年 考到活楼头 剩下的就是整个基坑系列 作为重中之重 包括前面的技术方面 后边的啊 这个安全方向 都是重要的考点 包括降水 包括深基坑知乎结构 与边坡防护 包括基坑的土方开挖 还有基坑的变形 监测地基的加固方法 对于我们的动构的 这相关的内容啊 是弱化 后期我们也是在顿购这块呢 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小 再就是咱们的 潜满洼洼啊 潜满洼洼呢 考试能够考试的点 也比较清晰 后面呢 咱们到那个章节 再进行相应介绍 对于啊 整个的就是基坑系列啊 基坑系列安全的章节 还有相应的内容 也是案例考试考的比较多的 后面就是城市挤水排水工程 挤排水场站 考试呢 基本上就是案例15分 然后呢 单选多一点啊 由于前期的啊 第一节的内容呢 基本上比较多啊 单选3分 多选2分左右啊 这个不是没有每一年统议 我们就是几排水场站 年份多的考到20分以上 你比如说啊 对于我们2020年啊 光是一个满水实验啊 就要十几分吧 啊 大概在满水实验呢 大概在15分 不低于15分 所以说这一年呢 他就考的比较多了 啊 主要也是一些特点呢 施工啊 流程啊 检查呀 验收啊 这些 咱们重点掌握的 里边的什么装配式的 单元组合的 那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掌握的 现胶的 应力混凝土水池 这是重中之重 至于装配式的 这个施工方法技术要求 弱化 买水实验呢 注意买水实验 啊 这个知识点 考试 由于2020年考的过分的多 啊 翻问里边 还有里边加着小问 考太多了 所以说买水实验呢 呃 应该说 2022年呢 能考 但是呢 不会分支太多 但是陈景 陈景呢 可以应用到 几排水厂站 可以应用到地铁车站 可以应用到我们的 比如说桥梁基础 都可以用到 所以说陈景呢 考试 是可以考到 你比如说 2019年 人家管道 考试考到了顶管 但是顶管呢 那个顶管坑 用陈景做的 涉及到了很多 陈景的相关知识 呃 考试 注意啊 前面 呃 第一部分呢 它主要是选择题 你比如什么 集水污水处理的工艺流程啊 厂站工程结构 施工方法呀 啊 集水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啊 这都是什么 选择题 没法出案例 呃 但是呢 真正核心重要的 就是这个点 叫 现胶运营力混凝土水池施工技术 重中之重 都是围绕它展开的 至于装配室啊 弱化啊 我们说了 满水实验的能考 陈景 能够考 呃 水池抗浮 也经常考核啊 但是呢 它结合基坑的 与其施工 另外呢 挤排水混凝土 构入物的防渗漏措施 这是案例 尤其早年间 重要的考核点 管道 管道比较复杂啊 管道呢 它有热力燃气挤排水 这里边 呃 单选多选呢 由于量比较多 不是特别稳定 大概给平均一下 单选一般不少于三分 多选呢 大体上在四分左右 案例分析题呢 十分左右 个别年份呢 二十几分啊 这个考试呢 由于比较多 你看它考开操施工啊 非开操施工啊 各种的材质的管道啊 各种用途的管道特别多 有的时候就 呃 突然间考的分值啊 直接多起来 但是多数呢 它案例题还是集中在一道案例 一道案例里边呢 呃 有一些通用知识 有一点管理知识 然后技术呢 大概两问 或者三个小问 十分左右 也是啊 主要是考管道的什么 各种管道施工方法 比如焊接呀 程差呀 呃 这种钢性接口啊 它的检查验收 包括热熔啊 这些工 呃工艺流程啊 功能性实验呢 当然在这里边 一定要结合着机坑 你比如结合着机坑 那里边降水就是重要烤点 开槽的土方施工的技术啊 呃 包括知户啊 都是真正考试能够重要考核 而且呢 它经常考什么呢 考我们的一些计算题 二件已经给我们提示出来了 哎 计算题 在这算一算沟槽的土石方啊 给你沟槽开挖断面图 呃 这里边注意 后期考试有可能呃 结合着我们的整个纵断啊 管道的纵断 讲到相应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会介绍啊 你看这个分支分部呢 呃 有的呢 其实考考试几乎是不考 你比如城市排水体制的选择 只有在2021年设计过一份的选择啊 其余的年份呢 其余的年份呢 也不考 呃 管道的工程性实验看着挺热闹 写的也挺多 但是也只是在2020年这考了这么一次 2020年考了这么一次 呃 其余的啊 这些年份啊 最起码近五年没有考 但是这种点呢 后期咱们就可要注意 还真正一考 这功能性实验就是大的案例 其实呢 非开操施工啊 涉及的考试呢 倒是比较多啊 非开操施工 比如定像钻 那考核的次数比较多啊 包括早年间那个管道的焊接啊 包括后期的中和管网 这都要注意的啊 都是可能未来考试重要的考点 包括啊 咱们的什么柔性管道的回田等等知识 生活垃圾填埋场 近五年就是考了几个几分的选择题 应该说呃 重要程度呢 是大打折扣 不能说因为多年没考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拿出来考核 呃 不太好考核 我们讲到这个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介绍一下 哪些地方或许在2022年能够出现案例题 其余的就是选择题的 呃 测量呢 其实分为我们施工测量和监控量测啊 这个两部分 呃 施工测量 考试案例只有在2019年考过 其余的都是选择题 而我们的监控量测 2017年 其实设计过 当然呢 再往前推啊 16年 那两年都是考的隧道 我们教材上 没有 再到往前15年是考过基坑的监测 2011年考过基坑的监测 但是呢 那个时候给我们现在实施的标准规范 还不一样 呃 后期一定注意在测量监控量测当中 尤其是2021年 它是调整了新的一个规范 那么当年又没有进行考试 那后期这儿我们监控量测要注意的 呃 管理部分啊 管理部分呢 正常的我们这是40到45是指多年来 不是近五年啊 呃 你比如从我们进如果放到十年 基本上应该在这个区间 多的啊 应该就是我们2020年啊 那个时候呢 考到54分 少的呢 其实2021年就是代表 大概156分啊 当然2019年也就20分啊 是这样一个区间 总的来说 现在呢 它是考核管理部分考的比较少啊 呃 至于真正的考试重点的都是什么呢 比如说啊 两砖 这里边招图标这块啊 要注意 呃 虽然考但是不是教材当中的招图标 两砖啊 交通导型 还有进度 索赔 安全 现场 这里边是考试考的比较多的 呃 真正别看我们2021年没有考两砖 两砖啊 是真正重要考点 后期我们讲管理的时候 也主要讲那里边 呃 两砖 包括啊 交通导型 包括 是现场 这些地方呢 只要一考核都是案例题 另外啊 从管理部分呢 呃 应该说 它是选择题比较少 要么不出 出呢 就是案例题 当然呢 呃 我们的管理呢 尤其是安全管理 它会结合着施工现场进行考核 呃 比如我们管理雨路啊 桥啊 管道啊 专业知识 结合的这个 呃 综合考点 进行考察 这个2020年那个案例当中 有大量的这种的知识点 呃 看一看考试啊 教材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啊 你比如这都是随然说啊 考过都是选择题 管理部分呢 也经常在选择题当中进行考核 真正案例是什么呢 比如索赔类的啊 他考案例 比如说啊 我们的师祖两砖交通导型 包括啊 现场管理 包括咱们的进度啊 进度是真正考案例的 基本上他不会考你个选择题 啊 这是 当然了 你比如 军工验收与备案 这里边呢 他有的时候考试是考到 但并不一定是教材 是相应的标准规范的内容 至于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我们的一些标准规范啊 这个考试有意思 法规这部分内容呢 原来我们试诵教材 就占用城市道路 占用城市绿地 结果 现在占用城市绿地 从18年之后没有了 那占用城市道路 这也没有进行过考核 但是后期 咱们不能忽视 你比如说啊 占用河道 铁路 略地 也要办理相关手续 这些 别慌 我们后期的课程中 会给大家说出来 哪些地方能考考试 怎么进行作杂 相关标准啊 都是围绕着这个技术 这个章节啊 进行展开考核 评论并不是特别高啊 它标准规范 在单独就这章节当中的 评论比较低啊 偶尔的年费考核到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下 第四部分 叫课程说明 我们的课程说明呢 分了这么 几个点 一个是呢 课程的大概设置 咱们说一说 第二个 我们的课程的学习建议 第三个呢 就是课程特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本课程 咱们争取达到的目标 我们的课程说明呢 并不是说 二三三网校所有的课程 这个课程说明 是针对我进行讲解的 这个课程 我们试政专业啊 主讲老师是林老师啊 林老师是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把林老师的课程 仔细的啊 整个的去听上 怎么也得来两遍吧 这样呢 在后期作为我们案例的 针对更多案例题的提升的这个课程 应该说 你才会不至于因为里边 我们跳跃的比较多 那基础知识的那些点 给你卡住 课程呢 咱们的形式是高清录制 现在我就在整个录制棚里边啊 进行高清视频的录制 部分课程呢 是元旦前后啊 就录制完成 元旦前后录制完成 呃 整个的课程呢 大约在三月份 基本完成 有人说三月完成 你这不是2021的教材吗 2022年教材 我知道啊 我们原来考试考过 那得五月中旬 甚至到五月下旬才出来 你这个时候就录完了 新教材 五月中旬左右上市的时候呢 没关系 对于呃 那个时候呢 咱们呢 会呃 再把呀 整个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会把教材变化 跟这课程有影响的 再说一说 你不能说到真正的教材上市了 咱们再录制 再学习 那那个时候一晃 六月中了 离这考试就不到一百天了 你的工程又特别忙 不行 因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 为什么在原弹点录制呢 出来成绩 大家呢 要么是通过了增向市政 要么然呢 市政没有考好啊 我们再进行重复的考核 或者毕业年限够了 我们来考 那这个时候呢 什么时候应该是开始学习 应该是在我们 呃 从春节前后 有了时间就开始学习 如果等到五月中旬啊 那个时候再开始 那么前面的这些所有的时间 五月之前的这所有时间 是不是就全部荒废了 所以说真正能够通过考试 进行备考的 基本上都是什么呢 叫新年一始就要开始了 绝不会等到啊 我们的五月下旬 甚至啊 录制那个课程出来 上线了啊 一看都六月了 那个时候再开始 不行了 晚了 那么我们注意啊 就是教材上市之后呢 呃 对于我们教材的变化的解析解读 呃 后期呢 我也会针对我这边的课程呢 也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 简单的一个说明 呃 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 希望大家已经把我们的课程已经梳理完 最少已经有一遍了 这样呢 你才可能通过这考试不能说等到教材啊 完全上市再开始 这肯定是不对的 第二呢 我们说一下就是本课程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建议啊 本次课程呢 属于我们前面说过啊 叫深度经讲课程 什么是深度经讲 那肯定有基础的 基础的我们说了啊 早期的 如果你更早的投入学习 那么我们不妨去听一听 2021年啊 我们老师给录制的这一些 呃 经讲课程 呃 或者呢 在春节之后 李老师会录制一些 或者直播一些 我们的课程 那是我们的基础课程 由 如果呢 你呢 是一个呃 新考生 那么你必须要听这些 当然了 如果是 老考生 那是另当别论 啊 你觉得还好 那基础呢 没忘 那你就两个课程结合着去听 但是新考生 不管你是 增向的啊 还是2022年第一次考的 只要是第一次准备考核 试证的考生 不建议 直接按照这个深度经讲课学习 不是不建议你来学习 是不建议你直接上来 就按这个深度经讲的课程 因为我们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我们不一定按照教材顺序 有很多是教材以外拓展延伸的 是结合着考试啊 反推过来的一个课程讲解 所以呢 需要这个基础课 直播课啊 熟悉教材 对教材具备一定的熟悉度以后 按照这个课程进行学习 如果是去年进行了系统学习 但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地区停考 江苏的 湖南的 河南的 陕西的 福建部分的考生 这个时候呢 参加了 还有一些是参加了考试各种原因 没有通过没有拿到证书 那么呢 你可以直接学这个课程 但是一定是将本课程 与基础课直播课同步学习 不能说直接看这些 因为你考试或者备考了 或者说啊 你没有参加 但是你学过 不要忘了几个月了 这几个月 你是不是有很多东西都还给老师了 所以说还要有一个结合 可以同步啊 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 大概的课程的特点啊 因为这个课程属于深度经养 是咱们的基础课的一个延伸啊 属于基础课的延伸的一个课程 咱们呢 是教材与咱们考试的一座桥梁啊 因为教材跟考试不是有点脱节吗 我们架一座桥啊 所以课程设置呢 并没有完全依据当前教材的内容 那么课程主要是什么呢 记住啊 以施工工序作为主线 为什么以它为主线 现在考试就喜欢考一考工序 让你补充 让你排序 比如道路是按照路基施工 电层施工 面层施工的顺序展开 而我们水池呢 或者说所有地铁车站这种结构啊 是以比如挖完沟槽的燕槽 胶筑电层 然后呢 底板下面的防水 底板侧墙顶板 如果是水池的工程性质验 还有回填 以它作为主线 将我们教材当中前面的技术部分 还有后边的质量检查与验收部分 施工安全的预防部分 直接放到每个具体的工序当中进行介绍 也就是前后给串联 为应对当前的考试情况 还需要将一些施工中常识 做适度的这个拓展延伸 必须有拓展延伸 因为有的时候 它就考核教材以外 但是常识的内容 教材没有写 我们要延伸 并且结合近年的真题 进行巩固 大家注意 我们这个课程当中 是会需要结合大量的真题 真题不是说让大家去背这个答案 因为这个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真题主要的是什么 练习一种能力 解题 审题的方法 后边就是关于本工程的一个目标 通过咱们的课程和深度经讲课的这个学习 争取做到以下方面提升 咱们第一个是熟悉教材 尽管说我们已经将前面的就是直播课呀 基础课呀 林老师讲的课程 我们已经熟悉了 但是啊 呃 这个课程 不同的课程体系 咱们再次强调 我们一致强调的重点 那就是考试容易考到的 那这些啊 教材上的内容 一定要再进一步的熟悉 这样呢 才能应对那些那部分基础的分数 熟悉教材 通过对于教材当中的叫重点难点 以及考点的分析 对我们书中啊 专业术语的一个解读 结合咱们的图片的动画呀 和视频了解咱们的施工工艺 呃 使大家呢 能够熟悉考试教材 掌握这个教材当中的重点 呃 为考试呢 首先是夯实最基础的 这部分内容 做一个夯实 第二呢 一定记住啊 学会 总结归纳 拓展延伸 其实呢 我们在学习啊 什么叫能力提升 做好八个字 总结归纳 拓展延伸 总结归纳 你比如试证里边啊 有很多很多的专业 但是呢 你会发现很多的内容相通的 比如说 焊接 吊桩 防水 降水 材料验收 各种的安装要求 这是不是 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写了 但是你一旧总觉得内容极其雷同 那你就把这些整个总结归纳 哪个地方写了管线调查了 哪些地方容易出降水 都给总结归纳出来 好 那么 注意要这个做好了 你会发现总结归纳做好书是越读越薄 能够达到这样 注意要这整个工法呢 在各个章节当中介绍 但是核心内容具有很强的这叫关联性 通过咱们的学习 争取做到在不同专业当中找到共通点 对共通点进行总结成为一个模板 同时咱们将总结的这些共通点呢 应用到教材当中未介绍 或者咱们自己呢 比较陌生的工法当中 这叫做什么呢 拓展延伸 这个工法已经总结成模板 这个模板就能够应用到其他教材中 没有介绍的 总结归纳 书是越读越薄 拓展延伸 可以越读越厚 想总结你就总结 想延伸就延伸 想把书变薄就变薄 想把书变厚就变厚 这个呢 如果达到这种 那你叫应用这些知识 而不是被这些知识牵着鼻子走 最终呢 我们的课程的目的 让大家在整个课程当中争取 也是我的一个努力的目标 让大家学会捕鱼的技巧 从我的出发点 这叫授人与鱼 捕鱼的技巧 答题的能力 好 第三步 提升能力 轻松输出 咱们呢 这个整个实物这个专业呢 是主观题为主要的分值考核 也就是说按理题 你必须去写 呃 所以说呢 叫输入很重要 但是呢 输出啊 更重要 什么叫输入 什么叫输出啊 大家一定得知道 咱们呢 很多考生教材掌握得非常熟悉 啊 在其他专业考试 也是如鱼得水 因为其他专业考试应用的不是这么多 实证考试中呢 确实不止失败一次了啊 屡屡失败 关键是什么呢 实证考试考的是输出啊 这个考核呢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实证考试有部分题目 第一个在教材以外 也有部分啊 在教材以内 内外都有 那并且教材以内的支点呢 需要进行归纳总结 啊 所以呢 如果单纯的去背书啊 肯定不能完完全捕捉到我们教材考点的这个采分点 但是呢 我们教材以外的那种啊 也会出现哪一种情况呢 就是明明啊 知道原理 但是呢 叙述不清的这种情况 最终呢 我们自己啊 叫知道熟悉的考题呢 丢掉这分数 这就是输出方面有欠缺 好 那么我们课程当中啊 咱们会强调如何阅读案例 包括我们前面的课程当中 分析的这很多很多案例 都是知道 说怎么去读这背景 怎么去把这案例背景给它抽丝剥茧啊 给它包开 如何组织经练的语言 一直在说 那我们要通过题目 告诉大家如何经练语言 这都是输出的训练 如何有效的去把控我们采分点 因为最终考试不是你考PK谁写的多 是谁把采分点写的很精准 但是不是成民大论 不能让阅语言人去挑这个采分点 咱们最终是大家学会阅读和分析案例背景 经练文字提升答题的能力 这是关于第三提升能力轻松输出 第四 与考试无份衔接 咱们目前试证试卷中 每一道案例都配有这个图形 本课程呢 争取解决大家 叫遇到图我就害怕 看到图我就特别惊慌 一算我就出错 这是什么呢 别着急 这不光是你的问题 这是一种通病 市政好多的考生的通病 咱们呢 通过这次课程的学习 争取让大家 对于图形 不在市政考试的拉路虎 因为有很多人 就是我就担心图 好 那咱们就针对这个图形这 慢慢给解决 慢慢的去分析 从容面对我们真题当中的 每一个图形 另外呢 今年考试市政考试 必考规范啊 教材当中收集到的标准规范呢 是有限的 咱们这个课程当中呢 对一些常见的标准规范 就是教材中啊 没有涉及到的这些 进行我们精选 并进行啊 适度的解读 咱们注意啊 考试就是一个后继播发的过程 平时呢 应注重相关的知识的一些积累 还有储备 可以适当翻阅一些标准规范 如果你有时间 有方便的条件 咱们注意啊 以下的这些规范 你还是应该多看一看 第一个就是 集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 啊 及验收规范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GB50268-2008 还有呢 叫集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这个规范叫GB50141-2008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 与质量验收规范 这是C勾勾1-2008 还有城市桥梁工程施工 与质量验收规范 C勾2-2008 这有没有发现 都是零八规范啊 当时这一批的 道路 桥梁 几排水构筑物 几排水管道 啊 当然了 如果你还有一些经历 啊 我们城镇公热管网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C勾勾28-2014 还有燃气的 城镇燃气啊 输配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这是C勾勾33-2005 这些规范 都是小本啊 那16开的小本 有的呢 你比如燃气规范很薄很薄啊 呃 其他规范呢 有的那种 你大量的那些大量的连续表格 你不用看 我们看一些施工要求 注意里边的 主控项目 验收要求啊 施工要求等等这些 那安立体呢 考试往往会在这些地方出现 有没有在这些规范之外 在出题的 当然有 但是呢 我们不能因为那些啊 概率较低的啊 把所有规范都拿出来 这个呢 不现实 有限的规范当中的啊 常考的 常见的 常用的 教材常提议的 这些规范 有时间 咱们可以看一看 啊 这个呢 是给自己一个储备 也是后期播发 下面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 也是这个导学课程的总结内容 第一个 就是关于叫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首先你得知道 市政专业在考什么吧 因为命题人 在这命题 我们在考试 你都不知道他准备考的 什么 你非要自己认为 就是考教材 就是背书不对 现在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 先知道他考什么 你只要知道市政在考什么 咱们就能够游刃有余的去应对 第二个 学习呢 一定记住啊 付出的并不一定百分百的成功 这个咱们不要说违心的去说 只要付出就一定成功 这不一定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所有的成功 那必须是百分百的付出努力的 有人说那个天牌啊 我们北大的伟神 那全世界又有几个 我们都是正常的人 所以想拿到这证书啊 你一定是百分百的付出努力啊 这个是雇佣置疑的 尤其是市政专业 坚持不懈的努力 咱们一定可以做到呢 水滴石穿 悔不通关啊 再就是呢 方法特别重要 考试呢 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肯定是不行啊 还是知道对方他在考什么 按照考试的方向进行学习 第四啊 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你的所有的看书 你的听课 这都是叫做什么呢 输入啊 输入当然很重要 但是考场上PK的可是输出 是你能不能把知道的用在这儿 结合着案例背景给写出来 所以说输出既然是PK的啊 那我平时就多练习输出 这就像一个演出啊 你平时如果做好了这个彩排 那么演出就一定会很精彩 那么我们到学课 就是介绍到这儿 我们从下节课开始介绍城镇道路工程 从我们道路的常识内容开始介绍